一日无书,百事荒芜 书总能教会我很多 他告诉我,要尽量去了解别人 而不要用责骂的方式 尽量设身处地地去想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紧记着,兵运用到了工作中 一杯热茶,一本好书 是阅读,也是在品味人生 虽然书籍不能带来好运 但它能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因为生命的美丽 永远展现在它的进取之中 阅读,让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与力量 身处一线,热烈而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尽管平凡,但绝不平庸 我愿在希望的田野里做一个守望者 发芽,吐雷,开花,结果 愿不负时光,时光不负 与书中人物共鸣 体验他们的人生 何尝不是一种历练与成长 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对自己说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经历 都已经贡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4月23日,世界读书日 以其领会书籍的美好 佐藿 负贸 费 柜 感谢观看